在西安市上德路,一家不起眼的手工作坊店吸引着顾客前往询问购买 只见店中摆放着月饼模具、擀面杖、切菜案板等传统手工艺木制品 2月20日记者探访了解到,店主名叫杨宝林,今年54岁,从事手工艺木制品制作已有30余年 杨宝林祖籍河南,年幼时跟随父母一起来到西安,并扎根下来 家中兄妹9人,杨宝林为老八,早年父亲是一名木匠公,家里生活条件比较困难 受父亲的影响,杨宝林从小对木制手工艺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父亲干活时总会仔细观察学习 17岁那年,杨宝林便能自己制作手工艺木制品 后来就开了一家模具选品店,边制作边售卖以贴补家用 制作一件手工艺木制品,先要从选料开始 其中滑木,枣木,桃木等都是选择木料之一 然后再根据顾客的图纸需求,通过车床和刀具进行加工制作 往往一件小的木制品十几分钟便可完成 大件的木制品三五天就能完成,价格也从十几元到上千元不等 一般像我们这个制作工艺,一个讲究料,料还要选择 比如每个作品,每个质量就在你这个选料问题上 一个质量好不好就关系到你那个产品 比如有像我这做的产品,有的东西比如有榨口,有质量不好的 我直接都给砸了,毁了,不可能把这个东西卖出市场 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店面积大概有二十多平方米 一半是库房,一半是店铺 店铺中摆放着琳琅满目的传统手工艺木制品 时不时有顾客慕名而来,定制模具 杨宝林都会细心询问需求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机械制造逐渐取代了手工制造 像这样的传统手工艺品店在西安已屈指可数 类似的传统手工木制品也渐渐的消失在了城市边缘 杨宝林告诉记者 坚守这份记忆的原因是父亲传授给自己的记忆 不想在自己手中丢掉 他叹息道,而如今愿意学习这门记忆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了 我们是工匠,你要自己要创新,要坚持 我也想把这手艺继续传承下一代 我从我父亲那儿学会的 但是我这个手艺还是有关部门 还想传承给年轻人 让他们把这个匠心学到手 继续传承下去